字幕by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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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要上演這麼戲 你昨天打包行李的時候有沒有覺得一切都很陌生 我瞬間不知道要打包什麼東西 對 不知道從何收洗 對 就腦中一片空白 但是冷靜下來以後 也想說我們只是玩兩天一夜而已 不是 我們只是住一個晚上而已 就是個人用品那些零零扣口的東西很多啦 因為我還有器材那一些 所以我有一點不知道要怎麼打包 有點漂亮耶這裡 真的有點漂亮耶 我真的太久沒有脫離城市了 你這個City Beach 到了 享牧時光莊園度假酒店 感覺還不錯耶 感覺附地蠻大的耶 而且有設計過的樣子 OK 我們抵達了 今天晚上入住的地方就是這裡 享牧時光 它是一家應該是溫泉飯店吧 有點像度假村的一個地方 想說最近天氣不太穩定 我們就找一個飯店 好好的休息一下 在裡面慢慢的享受 我們很少在入住飯店的時候 是真的好好的享受飯店的 這次想說來試試看 現在是下午的3點出頭一點點 我們已經抵達這裡了 好好的 好好的 謝謝 這裡的view還不錯 你過來看 我們入住7樓720 然後下面6樓它有一個觀景台 可以觀看這邊附近的景色 而且是戶外的啦 感覺應該有點不太一樣 嗯 那邊是游泳池 所以它是這樣子 它是分開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它是真的度假村嗎 比較像度假村啦 但是它沒有說它是度假村 中央還滿寬敞的 中央還滿寬敞的 嗯 這是我們入住的7樓720 準備囉 來 請進 哇 怎麼這麼大 因為今天是情人節呀 所以要四批的意思嗎 怎麼有四張床 四人房啦 進來進來 1月15號 我們是13、14號去住了 這一次我們入住這家飯店 它叫做小木石光 它是一家溫泉酒店 那原則上 它原本應該是 像一個度假村這樣子的啦 就是它有一種池啊 然後在八樓的地方 它會有裸湯啊 男女湯啊之類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 全部東西都已經關閉了 所以你只能夠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來去享受 那好在說 房間裡面 它還有那個個人池可以泡 所以價位上面也會跟 以往未來的有點不同 價位我們最後再來講 我們先來進行room tour的時間 一進來這邊之後 它有一個就是讓你置物的空間 然後它這間房間 它也是沒有遺櫃的 它就是這樣子 現在很多的興趣的飯店 就是這樣子 讓你掛幾件衣服在上面 那我看到的是 拖鞋 這是我們喜歡穿的那一種耶 對對對 大部分的飯店都是附那一種 就是白色的 白色的 然後就很容易破掉 但是這種是很好穿的 我們之前在那個 花蓮的時候 也是穿到這樣子的 就很喜歡 因為今天是情人節嘛 所以想說 我們就訂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來體驗看看 我們這一次訂的是 一個日式的 榻榻米四人房 這是我們第一次 住榻榻米的房型吧 它都有附這個啦 就是浴巾 可是因為現在 你也不能夠去外面泡 你就是在房間裡面穿這樣 很不習慣 久違的四長時間 太接機地面了嘛 嗯 要習慣一下 明天才會知道好不好睡 久違的想踹你 那因為是日式的房型嘛 所以在中間的這邊 它會有一個 小小的 對有點像茶雞這樣子 下面是榻榻米 可是我印象中 這種不是應該下面要挖空嗎 你的腳都可以放進去 喔 去燒烤店的時候 他們都會這樣 對 可是我有一點覺得 空間也太小 你坐進去是不是 有點 我現在在少女座是不是 還是因為你最近吃太多 旁邊這邊也有一些茶座 所以你真的要在這裡去 進行一些辦公啊 文宿處理還是OK的 正前方有一個電視器 這電視器 以四人房來說的話 感覺有一點點的小 旁邊的前半段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會有一個 辦公的空間 我覺得它提供的食物 還蠻多元的耶 有泡麵 KIDO巧克力 然後也有茶 它房間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有印象自己家的logo 那個泡麵要錢嗎 我不知道 要不然我覺得 有附泡麵很貼心 老實說 嗯 我也覺得 我不知道要不要錢 等一下可以去貴台問一下 PINASO你的熱水器 那在下面這邊也有一個冰箱 那冰箱裡面它有附了酥泡 還有兩瓶的礦泉水 外面有兩瓶是不冰的 裡面有兩瓶是冰的 插座沒有到非常多啦 但是書桌前面它還有 四個 嗯 我覺得夠用啦 書桌前面跟床的旁邊都有 嗯 就是你房間內部可以用的 大概是六個茶座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要到這邊去囉 把門打開 這邊就是它的浴室區 跟它的泡廠區了 一進來的這一邊 我覺得以四人房來說的話 這個洗手台嫌少 因為四人房應該要有兩個流理台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想看一個早上四個人要輪流 刷下洗臉 感覺還是蠻麻煩的一件事情 而且它流理台明明就很大 對啊空間明明是夠的 其實是可以放得下兩個 兩個洗臉盆會比較好 但是備品這邊的話是還蠻精緻的啦 它有附了潤髮乳跟身體的乳液 然後所有的備品都放在一個這樣子 像一個湯碗裡面 我覺得這邊做得很精緻 嗯擺放的還不錯 而且一大面的鏡子就可以照得很爽 它的毛巾跟它的洗手間 是放在下面的 有吹風機 就是一個 還是Tesco的耶 不過應該算是普通的吹風機 它的廁所跟它的泡廠區是分開的 獨立的一間 感覺還不錯 因為後面會有一個木質的窗簾 讓光線可以透進來 就感覺上廁所的時候不會很壓抑 而且它是用免治馬桶 而且空間也算大 因為一般日式的廁所 如果單獨只用馬桶會更狹小一點 而且你想它四人房 有時候你知道不是很親近的人一起住的時候就會 哦對 對啊所以分開是好事 接下來就到了泡廠區 我最滿意的部分 它的泡廠就是兩個人躺在裡面是ok的 但是四個人的話我覺得稍微會擁擠一點點 但我覺得透光很加分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窗簾 可以打開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好在它的景色是還蠻不錯的 空間是真的也蠻大的 兩個人泡都不會擠 乾淨舒適 然後在這邊它也是像一個日式的那種淋浴間一樣 就是放一個小椅子 小凳子可以叫我 對我最愛的那種淋浴方式 對對對 最後一個區域就是陽台區 我們這個房型它是有陽台 然後是有公園景色的 公園 呃就是 圓 草圓 稻圓 稻圓 就是有景色就對了 但是我覺得 職雄幹嘛 沒有我就是覺得 你這個陽台一定在這裡了 你應該要放一張桌子 或兩張椅子這樣 晚上我們就是看那些夜景 喝著啤酒 對然後就在那裡放鬆休閒 因為你有自己獨立的陽台嘛 這樣感覺你能夠在這裡幹嘛 你就站在這裡這樣看景色 有啊下面有很多啊 你搬上來好了 哈哈 下面那些是可以做 住在第一樓層的人 他們可以來到六樓這邊 可以放鬆享受 但是你都已經住到七樓去了 我們應該有一個獨立自己的空間 所以外面那邊是一個公共區域就對了 嗯 那邊就是六樓 觀景台 對 但是整個view還算蠻不錯的 就是有一種很廣闊的感覺 價位的部分呢 基本上這一家飯店他們的四人的房型 看起來都是原價一萬二起跳 一萬二一萬八還有兩萬六 原價通常是參考用的吧 就是通常你在訂房網站上面會有打折啊 或者是有時候因為 平日或者是假日的區別 而價位上面有所區分 那現在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的公共設施都已經關閉起來了 所以聽說價格上面也有一些些的優惠 我們這一次訂到了這間房型 它的價位大概是六千多塊 這個價位怎麼來的呢 一般來說 我們每次在規劃我們的旅遊的時候 一定會去比價嘛 你找到住宿之後 可能這間房型是你要的 或這家飯店是你要的 你一定會去比較各家的網站 有一些的預訂網站 訂房網站 他們是含稅的價格 有一些是未稅的價格 然後每一家的飯店的價格也都不一樣 那你就要去一個一個去找 跟你們講 現在 對現在不用了 Hotels Combine 他們就幫你做好的這個功課 他們就是 訂房網站的比價網 你可以透過網站的方式 或是通過APP的方式去找到 然後他就會幫你去做好所有的比價 比如說我現在找到 就是項目這家飯店 然後跟你選好說什麼時候要進去入住 然後他就會幫你比價 所有上百個訂房網站 包括Hotels.com Treat.com Booking.com Xpedia 還有台灣的EU網等等的 他直接幫你做好比價的 然後還有一點很方便的 就是比如說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訂可能兩個月後的房間 但是不知道到時候可不可以入住 所以我們要找可以免費取消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篩選 你可以自定義的去篩選你要的條件 比如說我要早餐的 然後我要可以免費取消的 這些 那他就幫你比較各個網站的 價格全部就出來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這個網站上面 或是這個APP上面去找到最優惠的價格 歡迎大家在下一次在規劃旅遊的時候 可以直接使用 超方便 我會把連結放在序述文上面 推進給大家使用 可是房間都我找的耶 你也可以用這個找啊 奇怪耶 又不是只有我可以用 然後我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這家飯店啊 它的晚餐看起來只有一種 它就是合菜方式的 有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現在就是合菜的形勢 那我看了一家菜單 就是比較不符合我個人的口味 你挑食難搞 我原本是想說就是像洪信的偉來這樣子 就是下午三點鐘入住這家飯店之後 就是一整個享受這間飯店 結果因為菜色就是不股東東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要出去外面去吃一吃 然後再回來這家飯店去享受 所以我們的情人節要開始享受了嗎 沒有 真正的情人節大餐是明天 欸 你現在是幫我打預防針 對 等一下不用太期待 欸 但應該也是你會吃的啦 好啦 情人節快樂 等一下 吃飽了 這以上820塊 來請客官評分1到10分 來你覺得滿足嗎 很滿 但沒有足 就是我吃很飽 但是沒有滿足感 我吃完就是 你就是為了生存 而去吃它 卻不是因為吃了它 而產生開心的感覺 我吃完沒有開心的感覺 幸虧你有先給我打預防針 這樣說今天這一餐不是情人節的大餐 對 還好我預防針打在前面 而且它在Google上面居然是什麼 評分最高 它評分滿高的啊 它4.7 我跟你講就是基本上它的食物 跟它的醬料都沒有融合在一起 像義大利麵 麵是麵 醬是醬 水水的 咖啡拿鐵也是這樣 那個Pizza 沒有什麼料 總歸一句話它的食物就是 骨肉分離 你買了什麼東西 幹嘛 你是有變財運的人嗎 偶彩上海17.51 我們有情人節加持 你知道全台有很多人有情人節加持嗎 沒有啦 他們感情不夠見真 哈哈哈哈 如果到時候這一段剪掉的話 就代表說 你知道之後沒有更新就代表中了 嗯 記住這個號碼 好 我們回到飯店了 所以我們想要幹嘛 我把Swiss給帶過來了 你怎麼這麼想不開啊 秦仁姐還想要被電 誰電誰還不知道耶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洗澡泡澡 然後在這邊休息一下 我是不是很厲害 停止 摩斯坡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